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卖地情况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要出手减纳呢 首先我们去看清楚 当时推出楼市的需求管理措施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第一 它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 也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不是一个持续性 永久性的措施 第二就是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有没有改变 第三在我们整体综合考虑 要包括在香港以来 和整个世界的整体经济发展 和地缘政治的复杂 令到我们看看 这个当时针对性的短期措施 还是不是适合 在审市界所有的情况 包括全球的息口上升 而且这个高息口会保持一段时间 整体的经济情况是受到压力 而且楼市也都在高峰期开始调整 我们就要判断这个那时候的需求管控措施 它的针对性 那时候考虑的元素 现在还是不是存在 有没有改变 如果改变了 我们是否要处理它呢 因为除非我们说 这个所谓的辣椒 是终身的 永远都是的 就是某一个阶段我们的确要考虑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我考虑了所有因素 再者在我咨询的时候 有很多意见 在这方面是给了的 当然有些要求做很多 有些要求很多不做 两边都有的 但是我和财政司司长 大家审视过整个香港形势 我们觉得这个是平衡了整体考虑 当时的情况很多都改变了 而且现在我们要面对我们将来 整体香港发展的情况 所以就推出现在我所建议的 不同措施 最主要是针对这几方面 我会平衡了整体的考虑 其实政府有没有一个预期 就是楼市如果真的再跌 去到哪个水平是会完全切勒呢 整个措施考虑 不是楼市它本身的价格 去到什么位置的 是要综合考虑的 当然我们要考虑一下市民的负担能力 也都考虑一下 我们不要令楼市大起大落 这个我多次都说 我们希望楼市稳定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让想买楼的人 他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怎么可以帮到他做这个决定呢 就是政府的政策是要清晰 政府的政策的确令到他可以明白 在他决定买楼或者不买楼的时候 他实际情况是如何 所以今次我们认为 针对性的措施 所以出台的时候有些因素变了 现在不再适合了 这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措施 所以就推出一个综合考虑之下 我认为是符合现实 现在香港的情况的建议措施 周长时间交给TVB的刘俊玉 首先有另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 就是鼓励生育的措施 就是今天生了BB之后就有两万元 但是其实今天生小孩的家庭 一定很开心 因为有钱收 但是昨天生了BB的家庭 可能就没那么开心 因为钱就没得拿 排公屋 抽居屋没有一个快队 对于有些外界的声音 就是担不担心有些家庭 其实会不太满意这个措施 或者其实觉得不太公平 首先是鼓励生育 我这次推出的政策是在几方面的 刚才你所提及的两万元的鼓励金 只是整个政策里面其中一行的 当然我明白 推出新的政策措施 大家对每一行都特别有兴趣 其实整个措施就是给一个很清晰的政策 导向给社会 就是我鼓励生育 因为生育对我们整体成为香港 都是有好处的 因为第一 我们的生育率下跌到 我相信差不多全球 数一数二那么低 只有0.9 而我们要有延续性的生育 应该的生育率是有2.1 所以在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我就要决定 我是否要作出一个政策导向 希望可以将这个不断下降的 生活率去逆转它 我亦都审视过不同地方、国家 无论欧洲、东南亚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措施 亦都在不同国家的经验 甚至一些文献都说 我们真真正正可以刺激到生育 那个比例是会多大呢 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相信政策导向是重要的 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都没有在这方面做道向 我明确地告诉所有市民听 我的政策是鼓励生育 亦都是尊重每一位人 视他自己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 所以鼓励就是用不同的手法 第一 我们有一个奖励金 我觉得推出既然大家都这么关注 这个奖励金 政策的主导性是成功地宣传 我相信这个导向作用 是达到我预期的效果 但是当然不是单一措施 我必须强调 包括我们鼓励生育 有这个奖励金之后 还有譬如我们上楼 无论是买居屋或者公屋上楼 我们都有一个鼓励性 令它有优先的一个措施 我们还有去支援我们的辅助生育 再者我们也都支援在职家庭 它的育儿 这个包括我们有税行的帮助它 我们是会建多一些 比如是照顾儿童的一些托儿所 我们也有一个社区保姆计划 也加大 你看到是一系列的 是一套组合权 所以我多谢大家关心 这二万元的奖励金 但这个只是我希望 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我政策道向 是向这个方向推进 好 之后将时间交给 冯黄卫视的黄独卫 特首你好 继续问2万元的帧帖 其实很多人都说 因为有调查说 现在养大小孩的平均开支 其实已经增加到600万 有意见就认为 其实2万元不足够 可以鼓励本地的家长 去养大小孩 甚至是请培月的金额也不够 特首又怎么看这个看法 还有觉得2万元的金额 是当初如何拟定出来的 刚才你也说了 要赔了一个小孩 要600万 有些还可能更高 当然不可能资助600万 给每一个婴儿的 我们在决定的时候 有意见在我咨询期间 就说给1万元奖励金 我听了奖励金的建议 我也是在想 我要达到一个鼓励的效果 当然我们的资源始终有限 我的资源可以做到多少呢 那我就希望 既然我做一个新的政策引导 我就希望信息是明确 而且在咨询里面 既然给了这个意见 我是希望强化这个信息 所以我就想 我有没有能力可以多过1万元呢 在整体资源分配之后 我觉得2万元是适当的 第一是很明确告诉大家 我是政策道向是鼓励生育 第二也都表示到 在我的资源优质和分配之下 我做到现在给每一位2万元 这是整体资源分配的一个考虑 好 我们这一节就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继续《施政报告论坛》 欢迎回到《施政报告论坛》 我们刚刚开始了鼓励生育的讨论 现在将时间交给凤凰卫视的黄迪卫 特首你好 除了2万元的现金津贴 其实施政报告也鼓励 初生婴儿的家庭 他们的轮候公屋的时间 将会缩减一年 这样对原本轮候公屋的家庭 会不会产生影响 他们的轮候公屋的时间 会不会因此长了呢 现有我们在公屋轮候 都有一个政策 是优待一些家庭有长者的 所以都是用现有的一个措施 去鼓励生育 而且行之有效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在我们推动政策方面 的确是有一些优势的方面 我们是要考虑的 而且在推动我们家庭 如果有长者 他在无论买屋或者上楼方面 类似实行了都是一段时间的 我相信市民都接受的 现在将时间交给港台的秀智荣 特首你好 我相信很多的夫妇或者情侣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住屋问题 而考虑是不是要有下一代 今次政府在施政部那里 一方面是鼓励生育 另一方面在楼市那里有减辣 会否令一些很想生孩子的夫妇或者情侣 他们可能担心 未来的楼市楼价再升而却步呢 在考虑鼓励生育 当然每一个家庭 他要考虑的元素是很多 亦都是很个人性的 所以我们去想政策就是希望在多方面 去鼓励他生育 再者是政策方面是有道整个社会 去推动生育的 个人的选择当然就一定要考虑个人的因素 在整体的房屋问题方面 其实政府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多年来香港都是被土地房屋困扰 所以在我上任之后提倡 提速提量提效等等 在我司令报告也都说是有成效的 看到一些包括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土地 去建立足够的公私营房屋 去满足十年长测所讲述的需求 那就是说我的供应在十年内 将会超出需求的 公屋还超了十万个单位 而私营房屋呢 私营房屋我们都是有土地 是去供应超过 现在所讲的十三万的单位 那私营房屋推出呢 我们当然就按着步伐去做 但是更重要呢 我觉得社会政府有一个责任 去需要帮助的 公营房屋的一些居民 我们帮他们上楼的 所以在整个私营报告里面 无论是私营房屋和公营房屋 都大量作物去提供土地 和单位的供应 所以在整体来说 针对个人的房屋需求呢 我认为是应该房屋政策去处理 当然 虽然各样都是会有关系的 我也理解的 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 我们的本质 今次希望整体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提升 所以我平衡在所有的考虑之下呢 就推出这一系列 包括导向鼓励生育 以及去支援辅助生育 并且支援在职家庭育儿 三方面的措施 配合了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万一真是万一 如果假设今次减辣之后 炒风再现 楼价再次飙升 政府有没有两手准备重新加辣 我们会看着市场的情况 所以施政报告都说了 我们要密切监察市场的实际情况 当然针对楼市的措施 曾经在当年推出 如果有需要的 当然我们都会按着实际情况 去考虑有没有调节的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监察着市场 灵活去决定的 整体的政策 NOW TV 罗嘉晴 特首我们继续生育议题 消息都说预计一年 可以增加6000个宝贝 其实这是用什么因素去订出来 为什么会认为派2万元 就可以令6000人愿意生育 你经常都强调 要以结果为目标 为什么在这方面有没有设置一个KPI 是设不到还是不敢设置 第一我施政报告 似乎没有提到6000个新生婴儿 在我的心目中 当然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增值率是0.9 刚才也说到2.1 我们才可以整个社会正常地延续 所以越多越好 简单来说 但是全部生育鼓励措施 我们看过不同的国家 无论是欧洲也好 近我们香港的东南华国家也好 实际政府的措施 可以刺激到生育率有多少呢 当然有一部分的 一定有一个百分点的 但是多少是很不觉定的 所有先进的社会 似乎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务实的 就是政策方面强烈 去发一个讯息给社会 希望大家认为生育是一件 对于社会整体是好 对个人如果是符合家庭需要的 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我也很尊重每一个家庭 他对生育的个人考虑 刚才也说 培育一个儿童的成长 涉及很多考虑的因素 资源只是一个因素 自己父母对于子女的承担 这个我相信 反正是每一个父母 考虑生育与否最重要的决定 我个人也做过 都是父母 所以对于自己生育了的儿子 对于她的培育 往往是一个父母 考虑生育最重要的元素 我是鼓励 就是当她有傾向性的时候 我是推动她 但是也尊重个人的意愿 你将排2万元的措施 定下在今天生效 为什么不是定在9个月或1年之后 不是这样才能量化到 那个措施的成效吗 你说得很对 但是在内部讨论我们是很激烈的 有些说应该是否三个月前 半个月前 还是是否一年后才生效 或者半年后生效 每一个考虑都有它合理的地方 也有带来问题的地方 既然每一个考虑都不能够尽善尽美 我就希望给人一个感觉 我们是助言起行 因为当我们决定是鼓励的 今天就鼓励了 所以就是定下 今天生效 最主要的考虑是这样 所以我们转个话题 讲一下国家安全 也看到你把23条立法放在很前的篇章 也看到你提到要打击远对抗 其实23条会如何打击远对抗呢 还有如何平衡基本法 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 在我们基本法开宗名义 就是我们保障我们多方面的自由 市民的自由 在基本法里面充分保障 再者是有两个国际公约 都在基本法写明 適用香港的部分生效 这些是保障了我们 譬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 我们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些权利 所以在我们做23条的本地立法 必须要符合这些人权自由 所保障的事情 这个我们会确保 另外一件事就是 23条我们是一个宪政责任 是要立法的 二十几年来都立不了了 而且我们经历过2019年的黑暴 和港版颜色革命之后 社会整体受的伤害 和那种苦痛 我觉得大家是历力在目的 所以有23条立法 确保我们整个国家安全的保障 是完整性的 而且的确是要受用的 就是说我们也不仅仅立法律 是保障现在的国家安全 还有一些前瞻性的 因为例如我们以前没有想过 譬如资讯科技发展得这么厉害 就是简单来说 有很多是真是假的讯息 大家都很难分辨的 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 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变化可以很大 那我们要有一条法律 是确保我们是长期适用 因为我不希望立法之后 又要修改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慎重 而且是严肃的一个立法过程 所以我是希望立到一个有效 管用长期符合保障到国家安全 但是香港市民一向所享受的权利 和自由是会完全被保障的 而且我们都看到 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 对于整体我们香港恢复正常 确保我们的风险属可控这方面 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们是令到我们的整体安全 更加获得保障 那究竟立法里面 是否包括打击员对抗 还有你经常提到一些 间谍的活动或要防范 那会不会访效外国 有一些外国影响的登记制度 要帮外国政府工作的人士去登记 我们是会充分去参考外国 特别是普通法国家 它所定立的国家安全法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 它考虑过国家安全风险 而定立一些措施 一些法例 去保障它的国家安全 似乎我们是不是都要同样考虑 它所担心的一些风险和威胁呢 所以我们会审视每个国家 特别是普通话国家 它在这方面的法律 哪些我们认为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我们就会参考 但永远都是要按照我们本身的实际需要 包括我们的基本法 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风险 从而去管理 我们现在是全力审视着 亦都会有一个咨询 令到大家可以充分讨论 好 我们这一节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继续谈